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堂堂亲子游戏 今天佩琪跟小朋友带来了贴纸游戏玩 这幅画的名称叫露营之夜 佩琪和小伙伴们围着篝火唱歌 请小朋友找到星星和月亮的贴纸 贴到月空中吧 然后用笔描写出单词go nine 来对佩琪说晚安吧 看看这幅图画 图画上面都有谁呢 给小朋友介绍介绍 领养老师 斑马苏姨 小猫卡迪 小马佩德罗 小兔子瑞贝卡 小狗丹尼 小小艾米丽 小羊苏西 还有我们的佩琪哦 大家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好开心呀 旁边还有很多帐篷 我们先切贴纸吧 贴上星星和月亮的贴纸 这是贴纸书 先贴月亮 贴在这里吧 再切新星 数一数有几颗星星 一二三四五 一共有五颗星星 把星星贴在夜空中 把夜空点缀得更加漂亮哦 哇 夜空更加明亮了 最后我们描写 英语单词 go nine 小朋友们知道go nine的意思吗 go nine就是玩的意思 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英语吧 是个看起来的 一段时间 但是千万少千三 词 看起来 多少 association 小羽 嗪 crude 可 碴 妹妹妈 atu 妹妹 不是 好了,英语单词描写好了 我们再玩玩下一张贴纸游戏 这幅图画的名称叫捉迷藏 佩奇最喜欢的玩具 泰迪熊藏起来了 请小朋友沿着虚线 描写出数字一到十 然后就帮佩奇去找泰迪熊吧 好,我们先描写数字 看到了吗?数字在最下面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写数字吧 1 2 3 4 5 5 6 7 8 9 10 然后再帮佩奇找泰迪吧 图画上面有佩奇 这里是佩奇的卧室 佩奇的床有上下两层 哇,房间里面有好多好多玩具呀 小朋友们看到佩奇的特迪熊了吗? 我们找一找啊 我们找一找啊 这是乔治的恐龙 是恐龙先生 鸡木 车车 球球 恐龙 恐龙玩具 小火车 魔术师玩具 飞机 哦,泰迪熊原来在这里 我们找到泰迪熊了 用笔把它圈出来 小朋友们好棒啊 好了,小朋友 贴纸游戏完成啦 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记得下次收看我 拜拜